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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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我是顾俊然这边呢是你们的因应好吧今天这个视频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目前为止用下来啊不夸张的说应该是所有的人像镜头里面我觉得表现 最最丧心病狂的就是营营的手里这支好吧RF卡口的E35F1.8好吧这支镜头不但光圈大不但画质好而且有防抖而且对焦速度超快啊就是你找不到什么明显的缺点如果硬要说有的话就价格超级的贵 所以贵到我都下不去手买这支镜头这支镜头是我借来的那录完这个视频呢很快就要还回去了呃但是呢好吧作为一支E35这种人像焦段的定焦镜头好吧没有拍过营营就不算 做过视频所以呢好吧过回展示给大家看一下这支镜头拍摄影的照片这个样子还没拍好吧但是我相信啊任何人只要稍微有点摄影基础的人用E35拍照好吧基本上基本上插不到哪去的更何况是对不对有些摄影大师就随便什么镜头都可以拍的大师你知道说谁吗说你自己吧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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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我们可以展示给大家看看就是营营拿这支镜头好吧拍摄一些我的照片好吧也一起展示一下 同时好吧如果你想看到更多营营的照片的话记得关注一下他所有的平台好吧看看他发的照片跟我发的照片有什么不一样好吧那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这支镜头好吧体积大小重量方面的情况因为好吧这支镜头加能EF卡可的这支E35F2好吧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因为之前有出过好几个关于他的视频我觉得性价比很高我觉得画质足够好 但是跟这支比起来好吧你看他看到又小又轻好吧又便宜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我觉得这支E35F2是完全够用的但是如果你对画质真的有追求好吧追求那种极致的话呢好吧这支E35F1.8应该是我用过的所有镜头里面不光是E35这个焦段啊就所有的镜头里面我觉得画质应该是最好的好吧你目前看到的这个画面是来自于索尼A1加上E35F1.8G Master所拍摄的 画面有没有超棒我不知道现在曝光有没有过曝就是太阳突然看到就是这个画面是超棒的但是如果你要我比较两支镜头的话我斗胆的说可能佳能这支镜头好吧就是会以微弱的优势取胜佳能目前他没有对标索尼A1的这个机身好吧机身拉垮了点但我相信如果之后佳能推出R1或者叫其他名字之类的旗舰级机身的话相信这支镜头能更好地发挥那哪怕是现在 我搭配上入门级的全画幅R8进行使用的话它依然有着超强超强的画质 我送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你刚才看到这几张照片呢 都是我手持进行拍摄的 那些快门速度都慢到只有几分之一秒 甚至是一秒 甚至比一秒更慢的一点几秒 好吧 作为一支E35这个焦段 能手持来到这么慢的快门速度 同时呢保持画质清晰 我觉得这个真的真的真的非常夸张 好吧 那作为索尼来说 哪怕你机身有防抖 好吧 搭配上E35G Master 基本上很难接近到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这个镜头的这个防抖 真的非常非常强大 那让这种入门级的全画幅呢 也能有很好的手持拍摄的效果 那关于紫边啊炫光啊 这方面基本上这支镜头也是无懈可击 好吧 就非常非常不明显的紫边跟炫光 基本上在画质上面来说 我觉得真的真的就是超级超级的强大 也算是对得起它这样的售价 当然如果你能承受这个售价的话 好吧 对焦方面 E35一般对焦都蛮快的 那支持IF卡口的 E35 F1.8呢 也毫不例外 对焦哪怕是搭配上R8来说 好吧 可以说是毫无压力 当然也可能是我跑得比较慢 反正就是我在我的测试当中 你知道我脚就是之前有受伤 你知道现在稍微好一点 但是好吧 跑得依然不快 有点像那种 有点来搞笑的 但是我觉得E35 基本上在对焦方面一般都没有任何的压力 那这支E35呢也毫不例外 那最后简单说一下 它的外形做工设计方面 遮光照很大 好吧 前面的口径是82毫米的 好吧 尽管比通常的E35可能大一点 但是1.8好像据我所知 都是使用82毫米的这个滤镜口径 前面是一个红圈 佳能传统的红圈 然后后面是一个controlling 就是这个控制环 老师我个人真的很少用这个控制环 然后后面这个手动 这个对焦非常顺滑 但是也依然是focus by wide 然后下面是两个自定义按钮 然后下面呢 有手动自动剥片跟这个防抖的开关 镜头呢 当然是防沉防低的了 好吧 总体来说就是 佳能传统的这个红圈的这个工艺 然后摸在手里 虽然不是金属的 但你感觉它就是个高级的这种质感 好吧 那基本上搭配上这种全化幅机身来说 你可能要搭配专业一点的R5之类的机身 可能会觉得比较平衡 因为在R8上面我会感觉这个镜头 还有点头重脚轻的样子 因为它真的还蛮大的 好吧 基本上它跟70-200 f2.0 差不多大 甚至更大一些 作为一支E35定角来说真的还蛮夸张的 好 那这个呢 就是这支佳能的RF卡口的E35 f1.8的一些使用感受了 好吧 接下来又给大家展示一下盈盈第一次使用全化幅相机拍摄的照片的效果了 好记得关注一下盈盈的所有的平台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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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